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年纪小就不行吗 弟弟们常见的缺点 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女生啊 多半会跟童年的 或是比他们年纪大的男生交往 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远比姐弟这件事情还要常见 你们大概可能会觉得说 不选年纪小的男生是为什么 很多男生那时候听到就是说 那不就是因为年纪大的男生有钱 然后不就是因为他可以就是帮你付餐费 然后包红包给你之类的 我不会反对说有女生是因为经济因素 跟年纪大的男生交往的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那那些跟童年交往的女生怎么办 所以可见就是女生其实啊 她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不一定会把经济因素摆在第一格 那那些常见的缺点是什么呢 我就会一个一个的列出来 好第一个呢就是个性比较浮躁 什么是浮躁哦 浮躁这个字好像就觉得 哦有点想不出来是什么 有点抽象 其实浮躁的意思就是不稳重 而且个性很急 没有耐心 甚至做一件事情 可能会用一些不踏实的 投机取巧的方式 这些都是浮躁 女生看到就会觉得说 哇这男的也太不可靠了吧 万一我以后有什么挫折 万一我遇到什么事情 感觉这个男生也没有办法帮我分担什么 感觉他无法成为我的避风缸 好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哦 就是浮躁的男生通常会让人家有花心的感觉 毕竟你的心就是不定嘛 所以你可能看到别的女生就觉得 哇他好正哦 我也要追 然后就把原本的女朋友抛弃了 因此啊女生大部分都会对这样的男生是敬而远之的 第二个是 太懒得去做表面功夫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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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到表面功夫已经会觉得说 他表面功夫不是不好的吗 然后就觉得是很坏的事情 可是我要说真的 就是人生活在世 每天 其实都是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表面功夫的 像是无意义的寒暄啊 善意的谎言 那种东西其实都是表面功夫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懒得做表面功夫的话 他其实个性会变得非常直接 他可能看到一个女生就会说 哇塞你超丑 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做过头了 其实非常非常的没礼貌 再怎么样 你也要给人家留些面子 再怎么样 你也要圆融一点 毕竟你是跟人跟人这样子生活在一起的 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独居的 所以如果你连那种表面功夫 你都不想做 那你得罪的人会非常多 就算啊 那个女生喜欢你 知道说啊 其实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她也会因为看到你这个样子 觉得啊 我好像没有办法继续跟你相处 第三个就是 常常冲动行事 没有想清楚就去做事 其实是年轻人都会犯的错啦 当然我也不会说很冲动这件事情就是全部都是坏的 但对于那些想要跟你交往的女生来说 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了 因为她会觉得很不放心 会觉得如果我是长期这样跟你相处 然后你常常这么冲动 那这样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而且如果你经常性的冲动 表示什么 表示你情绪管理不好嘛 然后表示你只会发现你的情绪不会去解决问题嘛 所以如果你们之后吵架那怎么办 那不就代表只会越吵越凶 而且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沟通到吗 女生本来就是会想很多的生物 她会觉得说 你这些事情如果在这上面就是这样的表现 那跟我谈恋爱的话 跟这种更亲密的人相处的话 不就更严重了吗 所以通常不会考虑这样的人 第四个缺点就是情绪表现比较明显 然后起伏比较大 我觉得会这样子是因为你们 那些比较年轻的人啊 看过的事情其实不够多 然后经历的也不够多 所以啊常常遇到那些不顺心啊 看不顺眼的事情 然后就很容易突然暴怒 会觉得很严重 但其实我正要跟你们说 你遇到事情 你表现出愤怒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嘛 而且你表现出愤怒 你只会把情绪带给其他人 而且啊如果你这样子 常常对某些事情生气的话 别人会觉得 哇这个人不但没有控管情绪的能力 然后也会觉得 你好像连处理事情的基本能力都没有 第五个缺点就是 容易没有安全感 太黏人 谈恋爱会没有安全感是理所当然的 但如果啦你今天太黏对方了 小心会让对方觉得 哦好烦哦 年轻人啊 我知道只要一谈起恋爱 就会想说 哦我要每天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腻在一起 然后想要常常见到你 可是长大以后 其实我发现那种 偶尔给彼此一点空间的恋爱关系 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要给空间让对方去想念你嘛 如果你常常出现 他就觉得哦翻翻翻翻翻 可是你偶尔突然消失了 他就突然会觉得说 哎这个人怎么不见了 然后不见了以后就觉得 可是 我这样就听不到他声音 然后我这样就没办法抱抱他 然后觉得好想念哦 突然你的那些优点啊 就被他想起来了 而且我要给你们说 年纪越大你的责任越大 如果你今天是学生 然后对方已经出社会 你要想象 其实那个处境是差很多的 学生是相对没有压力的 父母也会尽量不要把那些家里的压力带给你 但你长大成人了 就算父母不想跟你说 你也会知道的 渐渐你责任就会变得越来越重 你会担心家里的事情 你会担心工作的事情 然后你会担心说 啊我人际关系这边要怎么处理 你的烦恼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然后如果这时候 对方都已经在忙了 然后你还一直跟他反说 哎呦你都不见我 然后要不然我们分手好了 或者是你都不想我 你这样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这样一直一直去打扰对方啊 会被认为很幼稚 很不成熟 而且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个麻烦 以上就是年轻的男生们常会有的缺点 那如果能尽量把这几个缺点改掉 我相信你的异性缘也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到我的粉专按赞 或者是来追踪我的YouTube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恋爱资讯 那别忘了来订阅我的Press Play哦 我是以轩 拜拜 拜拜 拜拜